王安石接连颁补新法 令国库收入不断增长 但是却导致民怨沸腾 官员不满 甚至还开罪了皇帝 就连神宗皇帝本人 和王安石之间的间隙也越来越大 在这种情形下 变法还能继续吗 系列节目 王安石变法 学者杨吉为您讲述第十一集 怨气在蔓延 北宋神宗执政初期 国内矛盾尖锐 边境战事不断 大宋江山危机四伏 神宗求变 为何会选中王安石主持变法 新法班部招来贵族地主阻挠 以及司马光等大臣的极力反对 是单纯的政见不同 还是利益负罪 王安石屡遭谈和两次霸相 经历了怎样的心酸 宋神宗由极度信任王安石 到同一起辞职归隐 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 八年的变德 给北宋带来怎样的变化 变法的是非功过 又该如何评说 学者杨极为您还原一个真实的 王安石变法 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法律讲堂 上一集我们讲到 自王安石变法以来 尽管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争议不断 但不可否认的是 客观上新法起到了两个显著的成效 第一 国库收入增加 第二 军队实力大争 其中最有名的一场战役叫做西河战役 历史上又叫他叫西河开边 通过打这场仗 让宋朝在疆域版图上扩展了两千余里 一举恢复了唐朝安石支乱前 由中原王朝控制西北地区的局面 另外我们也提到 带队打仗的是一个叫做王韶的人 此人能文能武 在开发西河的过程中 积极采取新商的工作思路 贯彻实施了王安石的一部 重要的法律 这使得当地经济被搞得是有声有色 极大的支援了北宋中原地区的市场发展 那么王少所用的是哪一部法律呢 它就是示意法 该法律是在西宁五年 也就是1072年的三月公布和实施的 出台这部法律的目的 跟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军书法一样 为的就是防止大商人操纵市场 从而稳定物价 他的做法简单讲 就是政府拨款 设立国营的商品批发公司 招募京城各行商人做代理 在物价低的时候大量收购 在物价高的时候大量卖出 从此来稳定商品的市场价格 同时也好为国家赚取利润 按照我们的理解 这个做法就叫做不找市场 找市长 本质上是向让官商来代替民商 由政府来管理市场 而前面我们也提到过的 在对西河地区的开发过程中 一代民家王少正是积极实行了 示意法才确保了西河之战的最终胜利 和当地经济的迅速发展 至于为什么出台这部法律呢 据史料记载 它竟然还跟一起老百姓的上访有关 那么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据旭自治通奸藏编记载 那是西宁五年的年初 有个叫魏记忠的普通老百姓 来到万安市的家里 递上了一份书信 这份书信就是我们现在的信访材料 万安市打开一看 这个书信通篇大白化 而且这个错别字还不少 但材料反映的问题 十分关键和紧迫 根据这个魏记忠的老百姓反映 京城里有不少的大商人 垄断市场 物价波动得非常厉害 严重影响到了老百姓的生活 因此希望政府能出面 来维护市场秩序 稳定物价通胀 老实讲 魏记忠的来信 跟王安市当时正考虑的东西 是不谋而合的 同样根据旭自治通箭长篇记载 王安市曾不止一次的 考虑出台示意法 这部法律呢 一来能杜绝大的商贩 搞垄断 破坏市场秩序 二来还能给国家增加 经营收入一举两得 现在眼前就有老百姓 来反映同样的问题 可谓天时地利人和 时机刚刚好 于是王安市就把魏记忠的 这份请愿书 转交给了神宗皇帝来过目 意思就是说 这是明星所向克布隆皇 希望尽快推出示意法 对此 神宗皇帝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王安市推出示意法 目的不仅仅是加强政府 对市场的调控 更是看中了商业行为之中的 巨大利益 与其让商家垄断市场 哄抬无价 赚取高额利润 为什么政府不能出面 维护市场秩序 获得合理回报呢 那么王安市的这个思路 能否行得通 市场在政府的监管下 会是怎样的情形呢 当初制定示意法的本意呢 就是想让官商代替民商 政府管理市场来稳定物价的 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啊 示意法跟之前的军书法 轻描法 免疫法 一样 走着走着又走偏了 原本想得好好的 国营企业来稳定市场秩序 为人民服务 现在反过来了 他们是借机搞垄断 唯利是图 跟民营企业比起来啊 国营企业操纵市场的这个程度更深 影响更广 后果更严重 到头来不仅损害了民间商人的利益 而且还害惨了底层的老百姓啊 经过这个层层盘剥之后 所有的成本最终必然转嫁到老百姓头上 他们倒成了百分百的冤大头了 问题是 示意法怎么就又出问题了呢 示意法的实施完全背离了王安石的初衷 政府垄断市场经营的做法 不但起不到稳定市场物价的作用 反而让市场变得更加混乱 这究竟是新法本身存在问题 还是执行的官员出现了问题呢 对此啊 我认为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 没有竞争一家独当 要知道民间商人彼此之间还是存在竞争的 对市场的控制和对老百姓的盘剥总是有限的 可你官商不同啊 当国家垄断了市场资源之后啊 它是彻底的全面的 不仅对老百姓盘剥 也侵害的是民间商人的利益 而民间商人呢 又把成本转嫁到老百姓头上 老百姓被动的来了个二次盘剥 二次剥削 第二 四处扩张 无所不及 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啊 官商的经营范围 根本不是按照示意法所规定的来 从盐 茶 酒 一直扩展到女人的梳子 夏季降温的冰块 你只要有利可图 就无孔不入 什么都卖 民间甚至都传出了 尽收天下之货 自作经营的这么一个传闻 说白了什么意思呢 就把天下所有的货都收起来 国家都来卖 可以想象 当这么一部法律 从中央到地方实施以后啊 麻烦开始大范围的扩散 与此同时 不满的情绪也蔓延到了全国 如果说之前认为王安氏变法 是在与民争利 这种观点还是停留在朝廷中 只是派系之争 门户之鉴 现在倒好 全国上下绝大多数的文人士大夫 商人老百姓等等等等 竟然达成了共识 他们都认为变法是越变越差 不如不变 远的不说 我们就说近的眼下的 有个元老众臣跳出来说 我反对 他是谁呢 他是元老众臣文延伯 他是朝中典型的保守派 当时担任书密使一职 书密使就是分管中央军事事务的最高长官 据文禄公文集记载 有一天文延伯上书给神宗皇帝 在奏章中 文延伯对示意法的实施效果实在任无可忍 他指责说 国家搞专营 现在连水果这么点利润微薄的产品都在卖 你这不明白着让政府跟老百姓争利吗 这要是传到了国外 我们堂堂大宋朝 岂不是颜面丢尽 太不像话了 文延伯认为 该法让政府跟老百姓在争利 搞得国家面子丢尽 而百姓呢 民怨沸腾 事不彻彻底底的恶法 同时呢 他还借题发挥 指责王韶在治愈西河地区时 打着这部法律的旗号 动不动地就把中原地区的物资拿去当地交易 想搞活经济 他这么做不明白着引诱 吐蕃人西夏人过来抢劫吗 通俗地讲 这叫肉包子引狗 没事找事 当然 我认为文延伯批评王韶的这些理由 听起来是有点荒唐的 有点鸡蛋里挑骨头的感觉 然而神宗可不是这么想的 当他看完文延伯的咒章后啊 整个人变得忧心忡忡 茶不思饭不详的 最后还跟与最幸运的王安石之间产生了隔阂 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试一法实施以后 民怨不断 保守派趁机攻击变法 此时的神宗皇帝也感觉到新法确实存在问题 那么作为变法的头号人物 王安石对此又是什么态度呢 他的态度为什么会让神宗皇帝不满 系列节目 王安石变法 学者杨极继续为您讲述 第十一集 怨气在蔓延 神宗看了文延伯的咒章后啊 觉得言之有理 自己也有点坐不住了 于是找来问王安石 说有人写信反映说 国家开公司 连利润都很微薄的这个水果都在卖 是不是有点过了 一个国家也没扫地 他建议王安石 要不咱们就别卖了吧 王安石听完啊 知道这一定又是保守派在打小报告了 反正这也是家常便饭 见怪不怪了 他沉思了一会儿 回答说 陛下 为什么卖其他东西就不伤国体 偏偏卖水果就伤国体了 都是商品 历来官府都禁止买卖私盐 官府卖盐 也不是一斤一斤的卖吗 官府卖盐 从来没有人提出 有失国体 另外我们立法 应该关心的是 利大还是弊大的问题 而不是具体卖什么的问题 所以 请皇上不要被这些鸡猫算皮的小事而烦恼 这段内容啊 出自许自治通奸长编 看完这些材料啊 你不得不佩服王安石的临场反应 和善于辩论的特点 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王安石的逻辑思路 他首先啊 把卖水果和卖官言说成是一码事 然后来论证卖水果的正当性 接着 他又从评价一部法律或一项政策的好与不好 要看对社会的总体效果 而不是关注具体卖什么的细节来引导神宗 最后 王安石又提出做大事者不拘小节的论调 进一步的将神宗的立场拉下自己这边 可问题是 这一次王安石的计谋他能得逞了吗 他能顺利打消神宗皇帝那深深的忧愁吗 这一次神宗皇帝选择了沉默 他的内心从来没这么复杂过 这是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去想啊 神宗皇帝虽然年轻 但他不是笨蛋呀 他知道王安石这在巧舌如簧 这是在狡辩 他本来是想找王安石来商量的 看能不能调整一下示意法 至少怎么也得让神宗觉得 这个难堪的这个卖水果的业务 你至少给我停一停 可你王安石倒好 啪啪啪啪啪 说了一通话 总而言之一句话 舞照跳马照跑 等于没得商量 这让神宗皇帝感觉非常不好了 你王安石毕竟是我的臣子 是我的手下 你再固执也不能冲着皇权来呀 说到这里 我们可以发现 神宗对王安石是有意见的 是有想法的 而这正是他们两个人联手变法以来第一次出现隔阂 这点非常重要 这也为日后王安石霸相埋下了伏笔 然而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就在神宗对王安石首次心声不满的时候 变法派的内部也产生了摩擦 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王安石变法以来遭遇了重重阻力 就连一直支持变法的宋神宗也和他产生了隔阂 就在这多事之间 王安石变法派的内部忽然发生了摩擦 这将会给王安石主持的变法带来什么影响呢 王安石又是如何解决内部矛盾的呢 原来王安石派了手下一个叫吕家问的人 分管事业法的具体执行工作 但吕家问又对条例寺内一个叫薛相的人有看法 说他阻碍了事业法的实施 薛相这个人其实很受王安石的器重 本人也精通财物 算是变法派内部的得力干将了 当年他之所以能进变法班子 也是由王安石大力举荐才得来的 可这一次当吕家问指责薛相时 王安石大为恼火 本来是非就够多了 就够心烦的 还要忙于应付朝中那些反对派的指责 现在自己的变法班子里 也产生了不和谐的应付 这是王安石万万不能忍受的 当然了 考虑到吕家问负责一线工作 他的位置很重要 不能说变动就变动 否则把他一吊杠 你不就等于变相地承认 我这事业法是存在问题的 俗话说得好吗 临政不换将 所以再三权衡 他只能暂时免去薛相的职位 改由曾部顶替 曾部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 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曾拱的弟弟 也是整个变法班子中年纪最小的 当时曾部的年龄还不到四十岁 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没想到曾部一上任 他又对吕家问主持 事业法工作很有意见 而且还指派我们前面提到过的 那个叫魏继中的老百姓 背地里收集吕家问的黑材料 值得一提的是 魏继中因为上述给王安石反映情况 间接推动了事业法的颁布 有功劳 所以被安排在了事业法工作领导小组里当差 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吕家问的手下 因为在吕家问底下干活 干得不是很顺心 当得到另外一个领导 要求他收集现任领导的黑材料 这个魏继中是高兴得不得了 既不可施施不再来 现在不报仇 更待何时 所以就添油加醋地收罗了一些材料 证明吕家问在主持事业法工作期间 确实有底下官员搞垄断经营 与民争利的事实 而且吕家问作为领导 对此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采取放纵的态度 曾布拿到这些材料后 又开心又担心 开心的是 终于掌握了吕家问的把柄了 担心的是 变法真的如果如外界所传的那样 国家搞垄断 商人没饭吃 后来随着神宗对施以法的 越来越心生疑惑 暗地里命令曾布展开调查时 曾布就将魏继中交给自己的材料 交给了神宗皇帝 至此 神宗皇帝更加相信 文言伯所反映的情况属实 这一次是王安是把自己给门骗了 随后他要求曾布再深入调查 变法派内部矛盾不断 新法出现的问题也被神宗察觉 可就在这个时候 王安是却一再做出让神宗皇帝不满的事情 甚至挑战了皇帝的底线 而神宗皇帝依然保持了沉默 这究竟是为什么 系列节目王安时变法 学者杨极继续为您讲述 第十一集 怨气在蔓延 北宋神宗执政初期 国内矛盾尖锐 边境战事不断 大宋江山危机四伏 神宗求变 为何会选中王安时主持变法 新法般武招来贵族 地主阻挠 以及司马光等大臣的极力反对 是单纯的政见不同 还是利益 作罪 王安时屡遭谈和两次霸相 经历了怎样的心酸 宋神宗由极度信任王安时 到同一起辞职归隐 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 八年的变法 给北宋带来怎样的变化 变法的是非功果 又该如何评说 学者杨极为您还原一个真实的 王安时变法 敬请关注 很快 这个调查的消息传到了王安时 这里 谎命难为 他当然不能说不能调查 他必须要有所动作 他坚决要求调查可以 但吕慧卿与曾部 共同来调查 事业法的实施情况 吕慧卿 我们前面提到过 他是王安时的心腹 是变法事业的主力干将 由于他在变法后期的地位重要作用突出 因此被后人称为 护法善神 王安时让吕慧卿进入调查小组 说白漏就是要安插耳目 以避免事态发展 超出自己的控制范围 在王安时态度强硬的要求下 神宗也只好同意了 于是调查结果大家就可想而知了 吕慧卿和曾部的调查结论完全是天差地别 简单讲 一个说天下太平 一个说问题很多 对神宗来说 这倒好 你以前是变法派保守派真的面红耳赤 自己是要想方设法端平一碗水 你现在变法派内部都吵起来了 这还得了 可既然两份报告上来了 你做主子的总得给个表态吧 各位 你们倒是想想 神宗会选择相信谁呢 吕慧卿是王安时安插进调查组的人 他的调查结论果然是在为新法辩护 而曾部的调查结论 反倒如实地反映了变法存在的一些问题 两个人的调查结论究竟熟是熟非 这一点神宗皇帝心知肚明 然而神宗皇帝的态度却出人意料 那么他为什么会做出反常的选择呢 面对吕慧卿和曾部的严重分歧 神宗竟然鬼使神才般地来了个 180度的态度大转变 他竟然最后站在了吕慧卿这边 神宗不仅认定吕慧卿的调查结论属实 而且还下令要治那个老百姓未济中的罪 说他误告陷害 说到这里有观众朋友可能想不通了 神宗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本来一开始就是相信曾部才展开调查的 你怎么变成相信吕慧卿的了 我们表面上看啊 王安石似乎又胜了又赢了 但实际上这次与以往的情况都不同 神宗选择支持吕慧卿 其实是迫于无奈 神宗心里很清楚示意法真的是有问题的 但如果他这是公开反对这部法律 不就等于让保守派顺杆子往上爬 从而影响变法的大局吗 也就是说桥归桥路归路虽然有问题 但此时的神宗还是决心要把变法事业进行到底的 而要变法 你只能依靠王安石极其变法班子 所以他只能哑巴吃黄莲 有苦说不出 哭往心里咽 转而支持吕慧卿 不过再次令神宗对王安石产生不满的是 在这次调查中啊 王安石不顾皇命 硬是要求吕慧卿加入到调查小组中 这分明是对自己权力的一种挑衅 在挑战自己的容忍底线 要知道过去皇帝是专权意志和绝对权威的代表 怎么能允许一个底下做臣子的来挑战呢 王安石的不依不挠 让神宗开始产生了他的大权旁落的担心 事情还在往更严重的方向发展 很快 条理司又推出了示意法的延伸品 就是免刑前条理 出在这个条理的目的啊 是想让一些商户们可以通过捐钱的方式 免去向政府提供物资或劳益 其本质还是为了帮助国家理财 可这个条理直接触碰到了原本 可以向各个商户征收物品的官员们的利益 原先他们啊可以重重敲杂勒索 权力寻租 现在被你王安石这么一搞啊 断了自己的财路 我这还不跟你王安石较劲啊 于是那些官员啊 宦官啊 外戚啊 联合起来纷纷上书 补分桌影天油加速火上浇油 给神宗施加压力 拔出萝卜带出泥 有些官员背后的靠山 就是神宗的两个女人 她奶奶和她老妈 一个是太皇太后曹氏 一个是皇太后高氏 他们受影响 也时不时地在神宗跟前嘀咕 说王安石的坏话 顶不住家庭的压力 神宗又找来王安石谈话 神宗说 免薪钱是不是收得太重了 现在连太皇太后和皇太后都反对呢 王安石知道开宫没有回头见 如果他这时选择妥协 不就是等于向世人宣告 我变法失败了吗 于是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后宫的亲戚们啊 实际上也都参与了老好处 现在条理颁布 实际上是断了他们的财路 所以他们能不反对吗 王安石说的话有道理吗 有 但王安石这么说对吗 大错特错 王安石脑子也糊涂了 他忘了这是家天下 变法是为了赵家的江山千秋万代 可不是你王家的 这时神宗再次选择沉默 他不是被王安石逼得没话说了 他是真的被热毛了 不想再理睬王安石 好你个王安石 胆大薄天 即便你劳苦功高 还有黄勺的七和大劫 但你不能忽视我王权的存在啊 那么随着军臣间美好时光的结束 王安石的变法还能继续吗 事实上 王安石即将面临上任以来最大的危机 那么这个危机又是什么呢 观众朋友 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王安石一再冒犯宋神宗 神宗皇帝为了变法大业保持了隐忍的姿态 但是在随后的日子里 王安石终于让神宗皇帝无法忍受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王安石最终辞职霸相 明天同一时间 系列节目 王安石变法 特邀学者扬己 为您讲述第十二集 安石霸相